上面出現的是誰呢 就是超級美的金鐘事後 鍾欣凌還有超級帥的 他的超級總動員 節目搭檔郭彥均 節目廣告了 來自全國各地的小學生 交流切磋 考驗同學們的體力 耐力 創意跟默契 兩位搭檔主持 長達12年 絕佳的合作默契 妙語如珠的主持風格 讓他們入圍了 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已經連續5年入圍的他們 獲得肯定無數 但是他們最希望的 當然還是拿一座獎回去 加油 祝福 謝謝好評 欣凌姐 彥均哥 今天不是婆婆 是姐姐了 對 對 其實先問一下欣凌姐姐 因為之前呢 其實健康狀況的關係 好像曾經想過說 要退出主持 要丟下你的搭檔彥均哥 那現在又再次入圍 而且其實大家評價越來越好 有沒有已經放下那個念頭了呢 就其實很高興 尤其他其實很擔當 因為我曾經說我太老了這樣子 可能沒有辦法站那麼久 他就說 鍾欣 你就什麼話都不要講 你就站在那裡當吉祥物就好了 我就生平第一次被當花瓶 覺得很開心 可是結果你說你是花瓶 你講的話也不少 其實也是很活潑 彥均哥 上禮拜才在廣播金鐘獎 看到你頒獎 對 你好像很想得獎 沒有 入圍當天那時候很緊張 想說到底會不會得獎 現在有沒有放下一些心情了 因為上個禮拜廣播金鐘有來頒獎 已經站到那台上去了 已經稍微預演了一下 今天上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如果如果的話 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對 也許真的今天有機會可以拿獎 大家一起讓同學們看見你們的開心 好 謝謝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裡面請祝福得獎